大家好 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发哥也是钢 高通刚发布骁龙8禁3 连发哥官方微博就宣称了天机旗舰芯片 11月6日 天机9300最大的卖点 官宣文案已经给咱实锤了 全大核 据此前爆料 天机9300的CPU将采用8核心设计 但每一个核心都非常猛 级别最高的核心 是一颗3.25GHz的Quotex X4 换作之前的芯片 就算是旗舰芯片 接下来也该布局A开头的核心了 但天机9300这次就是不走寻常了 还将搭载了三颗2.85GHz的Quotex X4 四颗X4也是没谁了 就算是最小的核心 天机9300采用的也是 定位相对较高的Quotex i720 四颗2GHz 作为对比 骁龙8禁3的CPU为 一颗3.3GHz Quotex X4 三颗3.15GHz Quotex i720 两颗2.96GHz Quotex i720 两颗2.27GHz Quotex i510 一个核心越级 一个主打高频率 性能肯定都不差 就看谁能把功耗和发热控制好了 GPU部分 天机9300内置一猫套里斯 G720 这是目前二目前最新的旗舰产品 能效和峰值性能都提升了15% 并且支持硬件级别的光线追踪 除了纸面参数 最近天机9300的跑分也没少爆料 安兔兔已经在后台发现了一次机型 拿下了205.5万的超高分数 数码闲聊战也来凑认了 说自己看到的分数比这更高 作为对比 目前安兔兔排行榜的最高分为166万 和天机9300差40万甚至更多 虽然但是 天机9300依旧基于打造 所以 说来说去 还是比较担心发热和功耗控制的咋样 除了芯片本身 相信各位也很关心具体的机型 如无意外 这次的手法又是大家熟悉的两个字 蓝场 据爆料显示 11月下半月就能买到天机9300机型 按照开卖笔发布会晚一周的惯例来算的话 最晚11月23日 就能看到Vivo X100系列的发布会 不过 这次这X100和X100坡 超大杯还得再等一段时间 设计上 爆料图显示X100系列将采用更大的镜头模组 并且居中摆放 没想到吧 蓝场也没能躲开这个潮流 既然模组变大了 影像实力必须同步提升 主摄方面 Vivo X100据说会升级到MX920传感器 光学格式大概是1.4分之1英寸 比上一代大一丢丢 其他信息暂时不是很清楚 大杯的话 传感器本身是没啥升级空间了 毕竟1英寸的MX989 已经是天花板了 不过镀膜 光圈 算法方面 还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接下来重点来了 长焦 上一代两款机型 都只有一颗二倍人像 对于喜欢拍远景的小伙伴 只能加钱上超大杯 但这一代 前望式长焦终于是全系搭载了 Vivo X100和X100 Pro都将搭载 大家熟悉的OV64B传感器 也就是X90 ProPress同款 虽然不是很新 但6400万像素 1 2英寸的规格 放在中杯和大杯定位上 还是比较能打地 关键是Vivo并没有把去年X90 ProPress的方案 直接套用过来 而是进行了升级 像Vivo X100 Pro就采用了更轻薄的模组 焦段也升级到了100毫米 大约是4.2倍 倍数变高的同时 它的光圈还达到α2.5 比去年的F3.5大不少 大光圈好处多多 可以提升暗光表现 又可以增强物理虚化效果 浮动镜组技术的加持 也带来了长焦微距功能 实用性在加异 至于标准版 目前不能确定能用上同款模组 但我觉得能用上V64B已经是巨大的升级了 续航也是Vivo X100系列变化比较大的地方 X100电池增加到5100毫安时 支持120瓦 有线充电 X100 Pro电池提升至5400毫安时 无线充电维持50瓦 但有线充电小幅降低至100瓦 重视电池容量 好评 再加上 屏幕分辨率可能也要从2K调整为1.5K 续航这块提升太值的期待了 就是不知道牺牲充电速度和屏幕分辨率的策略 大伙能不能接受 除了Vivo OPPO和小米也打算推出天机9300的机型 跑分平台已经出现了一次OPPO Find X7的成绩 单核跑分2139 多核跑分7110 外观设计嘛 还是Find X6系列的方向 但镜头排列有点Find X3那位 小米的天机9300机型短期内不会亮相 毕竟小米14系列和Redmi K70PO都选择了骁龙8-3 不过爆料显示 晚些时候Redmi会推出天机9300机型 具体是哪款还不清楚 参考上一代的策略 可能会是至尊版或者定位类似的机型 整体来看 这一波旗舰中 选择天机的还是比较少 超大杯基本没有 但升级幅度 这次无论是芯片还是手机 还挺明显 尤其是X100PO付射上来之后 和超大杯差距其实不是很大 那么有没有在等这几款新技的朋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